哈囉大家好 我是林冠 我有全新的官方個人頻道 叫做林冠說說看 歡迎大家跟我一起來說說看 也歡迎大家訂閱分享 按下小鈴鐺 年代向前看 向前看年代 大家好 我是林冠 歡迎我們注視觀眾跟粉絲 朋友掃描QRcode 訂閱年代向前看 YouTube官方頻道 讓我們看選戰進入 倒數81天路透社追蹤 富士康這回合被查稅 是政治介入 文部跟CNBC 都有大規模的專題分析報導 而全世界也在看 工業複聯 今天股價仍然重挫五個百分點 兩天之內市值蒸發了兩千多億 這一回合查稅 當然 這個郭台銘跟鴻海是第一受害者 但是台商現在人心惶惶 這個鴻海富士康有事 就是臺灣有事 而且殺富士康就是殺台商跟殺臺灣 第一時間賴清德全面支持 鴻海跟挺台商 第一時間郭台銘現在審理 他到底是不是選到底英雄跟狗熊的選擇 事實上還在考驗 但是第一時間 柯文哲跟侯友宜 完全不表態 好 這裡頭如果富士康都可以被殺的話 那沒有什麼臺商臺幹 那沒有什麼臺商臺幹 可以禁得起中國的政治追殺 而習近平這一回合介入大選的過程當中 是不是真的殺郭台銘 逼郭退選挺柯 今天包含指標的聯合報頭版頭的標題叫做 侯友宜不堅持選政的 這當然是一種表態跟政治風向 如果完全不選政的 那國民黨到底會不會全面的泡沫化 而這一回合中國的力量介入 真的中國的選擇就是柯文哲嗎 支持柯文哲真的就是支持習近平嗎 這背後會有哪一些影響 我們待會好好聊聊 好 今天現場要請到六位特別來賓 第一個好不好是佩芬姐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再是世間議員 民官好 大家晚安 再是彭孝大哥 大家好 再是吳坤裕 大家好 再是張奕善 大家好 再是周伟航 大家好 我剛剛講 富士康這一回合被查稅 被政治追殺 引發國際間大規模的報導 那指標的鴻海今天直接跌破百元關卡 事實上呢 郭台銘的身價這兩天蒸發了約莫一百億 工業複聯事實上是只蒸發了兩千多億 那陪郭台銘投資的外資股東 當然也是受害者 所以呢 先B系統統統都有大規模的報導 好 韋航剛剛看到的是天空傳媒追蹤 工業複聯事實上 昨天股價跌停跌10個百分點 今天收盤再跌超過5個百分點 兩天之內股價的市值蒸發兩千五百多億 然後鴻海呢 昨天測試百元關卡 今天再跌超過兩個百分點 跌破百元關卡 所以呢 我簡單的概算 郭台銘的身價這兩天大概跌了一百億 所以相信之下連鼠花的都是小錢 可是呢 這一回合中國政治追殺富士康 台商當然覺得這是在殺台商 而且是在殺台灣 好的 這工業複聯這兩天雖然跌掉了3塊多 感覺起來好像沒上可太 從今年的高點26塊跌到現在已經跌掉一半了 鴻海也在今天跌破100塊 昨天大家來看收到100.5到底會不會破 今年果然破了 不過幸運的可慶幸一點是好像有買盤成接暫時止住了 不過後續還有沒有梗呢 要看郭董怎麼樣回應啊 因為在郭董提出兩岸和平協議來 他顯然是第一個犧牲者啊 好 那再看到郭董 郭董現在雖然握有12%的股份 那還有88%的這次一起賠下去 所以這不單純是郭董個人的問題 郭董會感受壓力 同樣的投資鴻海的投資呢 也會感受到壓力啊 所以各方怎麼去詮釋 這一次的阿貢的查稅查土地使用的動作 就變得非常重要了 好 那當然民進黨一定就是痛批嘛 賴金德很快挑出來說 這個台商沒有保障啊 投資就是被你威脅啊 以傷逼政這一次就是一個明確的證據 好 民進黨的論述 這個大家都很清楚 我們就不再深論 重點是郭台銘自己怎麼消化 郭台銘什麼時候要出來講 國民黨又怎麼去看這樣的事情呢 侯宜昨天接受聯訪的時候 他就說要保障台商的投資啊 簡單帶過 但朱立倫四年前 國民黨總統的辯論會上 朱立倫也親自問過郭台銘 你有那麼多的投資 那麼多的事業在中國 如果阿貢找你麻煩 你該怎麼辦 四年前在國民黨的初選的辯論會上 郭台銘直接說我會撤回來 全部撤手 四年前這樣講 而今年在他這個猜選記者會上 一樣有記者提問 郭台銘還是很帥氣 他說什麼呢 Please do it 如果你要弄我就來 我不怕你 好 那我們就來看各方的看法 首先石板民夫啦 那他說這個啊 他是他最近幾年看過最好笑的場景 什麼樣的場景呢 當這個一個多月前 郭董召開參選總統記者會 被問到中共因他不聽話 要沒收鴻海財產怎麼辦呢 郭董很霸氣的說 Yes do it 就坐 請 你就把他沒收 好 這幾天就看到中國稅務部門 開始針對富士康的企業進行稅務稽查 自然資源就是我們台灣的 可能是都發都庚這一類型的 也開始針對富士康在河南湖北等地的土地使用 來進行清查 當初早點去投資的時候 一切方便大開綠燈 現在要弄你的時候 我們就每一格每一塊慢慢的來查 查不出問題也會煩死你嘛 那最後的結局呢 根據歷來最近在中國被整的那些 不管是外資企業或是中國本土企業 最後都會面臨大額的伐環 這一點幾乎是已經現在都可以確定 重點是多少趴而已 重點人家開的價格是什麼 當然啦 死板民副就是把這個權傑成 那種東北小混混 啊你笑啥啊 啊你笑渣滴啊 開始他對打 但是重點在於說 這兩個傢伙就是 包括習近平 郭台銘就是已經在對嗆的狀況了 那現在就是要看 郭台銘真的就會縮下去嘛 因為全台灣現在來看啊 這阿貢開你第一槍才第一槍喔 第一槍開下去你郭台銘就縮了嗎 如果郭台銘就縮了 不完的就這樣被整合掉了 以後郭台銘在台灣 大家還會當他是一個咖嗎 不會 顯然不會嘛 郭董自己心中也有一口氣吞不下去啊 所以我認為 郭董現在縮回去 這個他應該是在想說 看看能不能用其他的話題帶過 暫時大事化小 因為今天還畢竟有一些其他的話題 正在走嘛 也許可以投低一點散的過 但是呢 如果郭董真的被傷到了 不管是他決定退 或者是決定被整合 或者決定之後 對中國採取更軟弱的態度 其實他傳達出來的訊息就是 中國的威脅確實存在 所以石斑民副遠說 如此明目張膽的 揭入台灣選舉啊 勢必迎來國際社會的側目案警戒 不只是影響到台灣的選舉 而這件事情因為他是一個國際知名企業 他一定會被放大到國際的格局去做檢視嘛 好再來是我們來看謝金河 那謝金河的解釋啊 這個他大概一開始還是談股價的部分啊 好重點是謝金河看到 侯耳瑜柯文哲 對這件事情都還沒有拿出一個具體的說法 他們今天談的當然還是可以說 藍白盒比較急啦 我們互開最後通牒啦 在我們錄影時間還沒有正式開炮 不過據傳五點 國民黨就要開始開轟了 但是他們現在還猶疑不絕 不確定到底要不要 那在這個國民黨還可以轉移議題的狀況下 也許他們避得了今天 可是這會是一天的話題嗎 不是啊 因為查稅這個東西 他會查查查出一個結果 查土地使用查查也會有個結果 罰款一出來又是新聞 又是一波股價的下沙 又台灣的投資人受到傷害了 而且我補充說明喔 富士康這種查法如果可以比照辦理的話 旺董的土地喔 我的印象中可能更多啊 全中國的廠啊通通都查的話那不得了啊 對 然後再來喔台灣很多銀行業在中國有轉投資公司啊 還有期待耶 富士康可以這樣查 富邦也可以查 富貴要人邦啊 要習近平方啊 對這個我必須要說喔 這個就可以連結到什麼呢 之前我們坐在台灣笑笑什麼 共同富裕 我們之前還不是說 你們這個再努力的到最後騰訊什麼的 全部馬萬騰通通一起共同富裕掉了嘛 好現在共同富裕 會不會供到台灣人的頭上來 會不會供到台商嘛 富士康是第一台商嘛 富士康第一台商都殺的話 其他台商難道不用殺嗎 那中國現在在缺錢嘛 富士康要吐一點貢獻 吐一點錢出來嘛 望董不用吐嗎 富邦沒角色嗎 其他人都沒事嗎 這的確喔 這個開出第一槍 其他在旁邊笑 你就等著 因為阿公的玩家 我沒有覺得他們在笑 那他們在說可以嗎 現在說起來了 頭越低了越不容易出事 這個時候千萬不要探頭出去 看到誰誰就麻煩大 不打情不打眼 鑽打不張眼 而且我再補充說明 像我在中國沒有一毛錢 沒有一塊土地 沒有一個廠房 沒有一塊錢的稅負問題 我晚上睡覺很好睡 我剛點名的這些人 你們是不是睡得很安穩 我祝福你們 對 難怪最近比特幣在大漲 這個就已經好像有很多船 是用比特幣支付的 好但是啊 其實共同富裕 並不是從紅海這邊開始 燒到台灣的 像林瑞陽之前的 那個投資的問題 對 他就是用巨額罰款 他就不是說什麼 我直接把你企業吞併 我就讓你罰非常重的錢 直接罰掉你每年銀額的 多少趴 也就是說他實際上就是 另外一種抽稅 就把你直接抽走 表面上他有一個 國家的正義的大擊 你就違法嘛 你都這個不合土地使用分區嘛 我去罰你 非常的天經地義啊 但實質上呢 他就是要通過這樣 懲罰的手段 來重新把這個企業的控制權 抓住 為什麼 郭董這樣的是 我要搬走耶 我搬走你就弄不了我 那你現在搬走了 沒有 也沒辦法那麼快搬走啊 好 所以卡在現在的這個局啊 連趙二康都出來說 這個實際上 阿共這樣子 習明這樣子的玩法 其實這北風太陽 就是讓台灣人越來越遠而已 那趙康自己很清楚嘛 現在雖然有藍白河的這個話題 可是郭台銘的這一黨 一定對於藍營好不容易 透過這個非綠大聯盟 非綠整合的話題 好不容易有點燒起來 現在呢 你又出了這個事情 不就又讓民進黨拿到子彈了嗎 所以在現在的這個局啊 藍白是當然都傾向 就是說盡量排除外在的影響 回歸他們自己內部的討論 就像今天侯爾宜 這個很快的丟出了就是 不堅持選政的 什麼叫不堅持選政的 他就說柯侯要在同一張選票上 誰贈誰負由一個機制決定 我侯爾宜不會堅持選政 但我堅持兩個人都要在票上 好所以這是什麼呢 打破之前柯文哲所立下就是 由總統去決定副總統是誰 或由在一黨去推薦副總統是誰 他說都不用推薦了 就是我們兩個人 好我都已經試著把你們做一張票出來了 我們如果要辦民主初選就是這張票 但是雖然媒體下飆都是 侯爾宜終於不再堅持選政了啦 柯文哲的解讀是 可是你還堅持民主初選啊 那就是要弄我嘛 你今天這個我怎麼會接受呢 而且還下最後通點明天就要給回應 所以柯文哲下午最新的回應是 這個感覺是在逼婚啊 那我不要跟你玩了 沒有這樣子大黨壓迫小黨了 好那國民黨五點在我們錄影時間之後 他們會召開記者會 那我們現在聽到的消息是 國民黨可能會繼續延續這個路線 常做最後的說服 但是很可能也會由目前的和談的態勢 轉變為黑臉 以後可能會正式開打 那至於他們最後所做的決定為何 當然也就牽扣到後續的整體的戰術發展 彭夏大哥你怎麼觀察 中國這一回合出手的標的 是查富士康全中國的土地 跟全中國的稅 他查兩個項目喔 一個項目是投資的稅 另外一個項目是全中國 他有很多這個相關的土地廠房 土地也要查喔 這個遠藍在玩當年鬥地主的遊戲喔 是的 因為當年共產黨革命之所以成功 就在於說鬥地主分田地 為什麼說鬥地主分田地是要成功的原因呢 因為他鬥地主的時候是讓所有的當地的農民一起參加的 所以你們都是共犯 如果國民黨這個反攻倒算的話 你們都要被殺頭的 所以那些農民乖乖跟著共產黨 以共產黨的軍人沒有逃兵的 跟國民黨不一樣就在這裡 所以說今天這個狀況有點類似那樣子 而且現在這個狀況坦白講 真的是你看到 這不是一個宋濤所能夠決定的 起碼都王富寧了 而且沒有經過習近平 不可能下這個決心嘛 所以這裡面代表什麼 老共深切體會 打台灣不如買台灣 買台灣不如協助親中政黨 把台灣搶下來 你看國民黨在立法院幾個立委 就可以搞得台灣的整個國防建設 遲滯落後 如果說今天把國民黨的這個 國民黨搶得了立法院 萬一說又得到總統的話 那多美啊 那台灣自然而然站對中國 為什麼呢 因為他現在最頭痛的就是 台灣基本上都站對美國嘛 那麼坦白講 我們一般選民沒有感受到這點 但是我說實在 這是郭台銘的關鍵時刻 郭大哥 現在真的 你不要怕 堅持到底 你會是曠世英雄 全世界都看著你 你要不然就變成全世界的狗熊 你後半輩子 你沒辦法抬頭見人 你覺得郭台銘現在退選就是狗熊 當然是啊 選到明年1月13號 選到底 然後投票的單據上面 壓著郭台銘三個字就英雄 而且我告訴你 我告訴你 我提醒你 第一個工業複聯 那個時候這麼快上市 第一天漲了44% 你沒有花到什麼錢嘛 你都早就賺回來了 貧窮限制我們的想像 坦白講這些富豪 在大陸開什麼公司弄什麼 不要他出錢了 現在殺 真正殺到誰 殺到大陸網民啊 對不對 大陸股民啊 大陸股民啊 半段散戶啊 是啊 搞不好胡錫進的投資組合 都有工業複聯 對 因為當時 大陸非常支持這個工業複聯嘛 把它當成是什麼 大陸工業的4.0 2018年那個時候 這樣子還撐啊 所以他不要說 說實在 今天是怎麼樣 我覺得他是打一個空拋彈 為什麼 因為按照中共的那個什麼查稅啊那種 不是馬上就給你進行 他只是告訴你我要動作要怎麼樣 但是他忘了 以前我們有個故事說 這個電線台上十隻鳥 你開槍打了一隻又還剩幾隻 答案是 通跑光了嗎 雖然你打的是空炮彈 但是我保證效果 跟實彈一樣 大家都跑光 為什麼跑光 有的是跑不掉的 台上哪個 為什麼到現在沒有人吭氣 大家都刷在彈啊 想說 我認識好幾個朋友 昨天都在徹查自己在地方投資方案 是不是跟富士康一樣 對啊 而且他華東那些一大堆台商啊 然後你不要想說只有富士康 富士康一堆供應鏈啊 供應富士康零組件的那些 都是同一套法令在辦理的啊 富士康鴻海養了三四百個法務 那批法務會隨便亂簽一個 違法的投資協議嗎 那當然 所以說富士康他絕對不會什麼逃稅 不會幹這些事情 就如他所說 因為他是一個國際的一個企業 他一定是按規按照法律來的 他絕對不會走這些後門 但是共產黨是世界他是例外的 他跟這個世界不一樣嘛 他說你有罪你就有罪嘛 他說你違法就違法嘛 跟你是不是違法 一點關係沒有 好我跟你討論 我感覺習近平現在在複製毛澤東的老路線 鬥地主 那所以查土地跟查稅嘛 那富士康是第一大台商地主嘛 所以第一件事情他在鬥地主 對 鬥地主要先鬥老大 老大是富士康 對 我剛剛講望董富邦 什麼時候換你們都很難說 對 看習老大高興 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 郭董在台灣大家都知道他住哪裡 他住信義區信義富邦 待會他鄰居會來跟我們露營 好來 郭董在台灣的土地有沒有被盜 沒有 郭董台灣的豪宅可不可以照住 照住 今天晚上可不可以睡 可以身體好就能睡 郭董在美國有沒有豪宅 有 天下第一豪宅 號稱台灣人在加州第一豪宅 對啊洛杉磯 郭董可不可以去睡美國 可不可以去美國養老 可不可以去抱孫子 抱小孩 抱老婆 可以 那中國給他鬥地主就多了 郭董跟馬雲還不一樣 這是他的幸運 完全不一樣 而且郭守正 據我所知 他還比較希望在美國 他希望又不要再扯這些東西 我就講了嘛 在台灣的豪宅 在美國的豪宅 不會被鬥嘛 對啊 所以說嘛 這就是 戰隊中國跟戰隊美國最大的差別 為什麼在美國在歐洲 很多那個富家 都是百年歷史 他們不擔心說他的財產 突然之又沒有 中國的富人有沒有百年的 沒有 除非說你早一點搬到國外去 沒有 現在馬雲都淨聲出戶了 所以說嘛 你看 你看 郭台銘在台灣選總統 他如果是中國人的話 他現在早就淨聲出戶了 對對 他早都乖乖的那個 所以這裡面 也讓我們知道說 這一次的總統大選 不是表面上看起來這麼簡單 包括說柯文哲 你看他明明他不願意嘛 就算給他當政的 有用嗎 你只要他跟國民黨一掛鉤以後 他的民眾黨馬上就煙消云散了 所以他會變成什麼 選總統的 這個一次性的用完就沒有了嘛 所以 郭 柯文哲也不想 那為什麼 壓力這麼大 誰在組婚 誰在逼婚 現在看到了 就是老公 老公 這叫什麼 戒險 而且以前啊 還偷偷摸摸 還著模作樣 這一次公開了 光明正大 這不叫做買台灣 這叫什麼 搶台灣 以後真的台灣在他手上 我告訴各位啊 沒有好日子過啦 對不對 所以說我今天真的要在這邊呼籲 不要以為說這個好像是什麼 把民進黨拉下馬來 拉下馬來 拉下馬來 就共產黨上去嘛 所以這麼明白的事情 我們一定要有那樣的警覺 不要被他們這樣子玩弄 啊什麼 要怎麼樣 都是做戲 後面 下指導旗的 王滬寧 另外 最後老大是誰 習近平嘛 所以你覺得中國選擇是柯文哲嗎 我覺得是 為什麼 四年前 各位記不記得忘懂講的 最早 四年前 老公就 看中了柯文哲 後來是冒出了一個韓國瑜來 臨時來換 所以那時候 柯文哲 心裡很不平衡啊 所以才會跟旺東吵起來嘛 對不對 這一些的 當時的媒體 都有記錄 我都用 射影的把它射下來 為什麼呢 因為 蔡旺旺有個毛病 沒事把整個原始黨都洗掉嘛 對 譬如說中國六四 以前中國時報多麼多的檔案 通通沒有了 所以今天我要在這邊特別講 真的 我們一定要 真的要睜大眼睛啊 嗯 不是表面啊 不是這個那個 沒有這麼簡單的啦 嗯 這個啊 真的就是 共產黨 現身了 共產黨 出來了 啊 搶完大陸 搶台灣 我們千萬不要被他 啊 共同富裕掉了 好那彭夏大哥 你怎麼解讀跟觀察 柯文哲跟侯友宜 現在只想要郭台銘的錢 郭台銘的粉 郭台銘的選票 可是這兩天完全沒有聲援郭台銘 就很妙喔 郭台銘被這個富士康查稅喔 是禮拜天喔 這個環球時報先披露 然後緊接著是各大媒體立刻追蹤報導 而且我第一時間就看到路透社就發了英文的稿子回去 那我昨天第一時間播了BOOMBA的專題分析給觀眾朋友看 觀眾朋友剛剛看到CNBC也討論了 這個跟郭台銘選總統有關係 就簡單講啦 全世界都認為這個查稅喔 當然跟老郭選總統有關係 老郭選總統在我們台灣人看起來是他的自由 你老黃要選總統也是你的自由 就是每個人都有參選權 我還有機會喔 OK的OK的你有自由的 好來 可是呢 郭台銘選總統跟富士康被查稅 大家當然聯想到這確實是政治解讀跟政治施壓 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情你剛剛講 政治施壓如何表態 這個禮拜天賴清德直接說 全民支持鴻海 全民支持台商 就是說他把鴻海定調成台商 對 台商如果遭受到各式各樣的政治的追殺或攻擊 他認為作為台灣的領袖都應該挺 這個是他的定調 好 可是到今天為止 柯文哲侯友誼 悶不吭聲 但是他們每天 我覺得國民黨很不要臉 柯文哲事實上也一樣 他們經常洗腦他們的粉絲說 他們最能跟中國溝通 最能跟北京溝通 溝通什麼鬼東西 現在富士康被查稅你溝通 是啊 這不是在溝通飛彈喔 對啊 這也不是在溝通解放軍喔 你就把自己想像成 你是陸委會的主委好了 你要不要溝通一個企業 遭受到政治的追殺 對 所以說為什麼他們兩個這樣子很奇怪的沉默 為什麼 是奇怪嗎 是奇怪嗎 還是合理正常 因為他們心裡都有數碼 郭台銘現在是習大帝的親密要犯 他們要怎麼表態 他要先看習大帝的臉色 到底是轉青了還是轉白了 所以他們不敢像我一樣說 殺富士康就是殺台商就是殺台灣 是啊 因為 我今天就下這個標 因為我台妹就這樣看 而且無辜的鴻海跟富士康的散戶 算你們倒楣 像王創下算你倒楣 你股票跌 這個真的是 你這個標題下的叫什麼 一刀見血 沒錯啊 就是下台灣啊 對不對 他立什麼威啊 你們 郭台銘是台灣首富是吧 在台灣橫著走 是吧 在我習近平眼裡面 你不過就是一個商人 買半 你要知道 共產黨 天生的討厭商人 敵視商人 你商人賺再多錢 在他眼裡面 狗屁不如 所以說 在共產黨理論說 你商人賺的人都要剝卸來 所以他沒有一點尊重商人的意思 那今天殺郭台銘 就殺給台灣看的 今天可以殺郭台銘 明天可以殺 旺旺相關的企業嗎 對啊 所以說 意思就是說 旺旺旺的姿態 跟郭台銘 完全不一樣 你看他以前看著那個 汪洋 那種養之彌高 好像是 這個如木之音 好像小孩子看到 老太爺一樣 你就知道那個態度 才能夠在大陸活下去嗎 好 那我問你喔 共產黨殺台商 柯文哲跟侯友宜 完全不表態 他們適合當國家領袖嗎 像一個如果殺到旺旺的相關企業的時候 侯友宜跟柯文哲要怎麼表態 所以說你是選台灣的總統 還是你在選台灣的特首 你現在那個態度 就像選台灣特首一樣 我覺得他們連台灣特首都算不上 他們差不多是台辦的在台代理人 還不到北京的代理人 台辦的在台代理人 真的我跟你講 我還是對國民黨有點感情 所以我說你是特首 但是實際上真的這樣子 你看他在香港喬特首 就是用這種方式 所以你現在看到了嗎 這就是中國式的台灣的路 我們真的大家搞清楚 而且我真的覺得 我要跟股票投資人講 你們要看清楚 富士康可以輕易的被追殺 其他在中國有投資部位的企業以外 就是你不要想說 富士康的小股東散戶倒楣 股票連跌兩天 改天就換你倒楣 是啊 所以說嘛 你看很多台商 你不要以為這些台商 就真的這樣子 扶手貼耳的聽老共的嘛 人在屋檢下 不得不低頭啊 對不對 這種心態 這種心理 我們都能體會嘛 對不對 老共難道他不知道嗎 他也知道啊 所以立威啊 所以中國自古以來 叫做立威懷德 一方面給你好處讓你懷德 二方面立威讓你不敢造反 讓你乖乖聽我的話 這就是共產黨為什麼能夠 逼死14億人 能夠搞成這個樣子 苦不堪言 還得要乖乖聽話 還得要口頌讚歌 共產黨偉大 唱個歌兒給黨聽 所以真正中國人民的可悲 還好 我們不是中國人民 我們是台灣人 好 世間議員怎麼觀察現在的變化 我覺得今天賴清德聲援郭台銘譴責中共 這非常對 這是展現一位政治領袖 不分在朝在野 那應該對於說我們台商 他們被中共打壓的時候 本來就應該展現這個氣度 那應該聲援 所以這一次我們很難過的看到說 在野黨 那他們當然因為選舉的因素 他們現在今生不語 那我覺得最可怕的還是柯文哲 我必須說今天下午柯文哲 他在回應 因為侯友宜已經講了 侯友宜就是說 他不堅持當政的 那柯文哲今天下午正式回應 我四個字形容這個給柯文哲 他的回應叫做欲營還拒 他因為他害怕這麼一講以後 被說成說是政治分張 因為侯友宜等於讓步了嘛 那被說成政治分張 所以他把侯友宜這個講法說 你這是在逼婚 因為相對侯友宜有提另外一種 民主初選的方式 那我覺得同時 柯文哲不但欲營還拒之後 他你看他那一絲的笑容 我覺得那是展現了一種意淫 就是說他展現了說 我收服了你侯友宜 我也收服了你國民黨 那是一種滿足的笑容 淺淺的一笑 那我為什麼覺得要特別注意柯文哲 因為柯文哲先前講了有兩句 非常精華 刻畫了他的心理 柯文哲說現在他柯文哲 吼友於郭台銘說 他們是在比憋氣 看誰憋得久 第二點柯文哲還說 他說外科醫生 都是到最後一秒才做決定 所以由這兩點來研判 柯文哲他要憋最久 那柯文哲一定是到最後一秒 那麼以他那麼快速的那種神腦 馬上他就可以算出一些結果的時候 那他都會在最後一秒去做出 對他最有利的一個判斷 那當然更可怕的還有中共 中共他因為他們要展現的是另類的戰爭 中共他一向他慣於做的就是也是他們統戰的原則 就是不戰而屈人之兵 他一方面他可以因為他是獨裁維權的政治 他可以壓縮中國14億的人民 那麼擠出一點利益有水給台商 但是另外一方面他也可以給你下馬威 他也可以整肅你 讓你知道說我中共才是你的大老闆 那你們大家要乖一點 所以這個如果這樣來解釋的話 就可以看清楚說其實中共他不但藉由整肅 要給郭台銘好看 但是林冠這相對的也是另外一點 其實他藉由給郭台銘的這個硬釘子 等於是讓郭台銘知道說來我給你一個下台階 只是這個下台階是個硬釘子 你要嘛你就接了 再來不會有人給你下台階了 那接了黃鵬笑就說看他是狗熊 所以那我的看法 對 你看我這一點的看法 我這麼這一陣子來觀察郭台銘 我倒認為郭台銘也不是省油的燈 我認為他一定是藏了很多部數 因為你中共上游政策他郭台銘下游對策 他總是有一些要自保的方法 比方說他引進以外資的名義保護他 剛剛彭孝松就說了 他工廠全壓了 他機器上面是打蘋果 那現在那怎麼辦 那你是要直接你打的不是我郭台銘 那你打的還是背後的美國 你現在殺庫克殺拜登給大家看 殺給全世界看 殺大力一點 所以我在想他不只是這些 不只是廠房基地 我想他還藏了很多像 包括這些專利 這背後牽扯到的就是更龐大的 這整個科技戰 所以我只能簡單說郭台銘 不是省油的燈 而且郭台銘也不會就這麼善了 因為現在他如果就現在太大 那從此之後 郭台銘在我們台灣 那也不用招挑了 也不用就省省吧 全世界 但是我相信 我相信 那個郭台銘不會這麼做 因為郭台銘一定另外有部署 郭台銘不是省油的燈 好 昆裕怎麼觀察今天的工房廝殺 這個要怎麼講呢 殺富之仇不共戴天 殺富士康的仇 殺富士康 對 殺富士康的仇 那這個應該是郭台銘現在的新生 據說他今天所有行程取消 對 省影 他昨天晚上省影 今天還省影 今天省影 今天其實另外兩個也省影 對 也一個怪怪的 原來柯文哲今天也沒有行程 結果被那個侯友宜 那這個一逼 那今天不得不開記者會 可是你不覺得人生很諷刺嗎 殺富士康第一時間挺他的是賴清德 你看看這兩天我都挺富士康 我都挺古民 古民無辜啊 對 所以這件事情是這樣子 剛才大家都講了嘛 第一個 這一連串的操作 大家回憶一下 最近有一條新聞 就陳敏鳳的朋友的朋友的 有一天做了一個夢 他在那個夢境中間 對 不是有一個媒體高層 然後他說 哎呀 怎樣怎樣怎樣 他說對啊 會不開心啊 對不對 這個可能又是 就會變成今年選戰的主感 就是 不要讓北京不開心 不要讓習近平不開心 別讓習大不開心 不要讓習近平不開心 對不對 那個什麼 山雄水盡一無路 對不對 藍白河 山雄水盡一無路 別讓習大不開心 就兩岸化名又一村了 好 那麼這個 所以藍白不河也得河 別讓習大不開心 然後這個 這個什麼垂死病中靜坐起 這也是一樣 大家自己去抓梗 好 那麼 別讓習大不開心 變成這個主調 變成磕 變成這個 現在連鍋都其實有點 他可能在想要怎麼對策 這不怪他 可是磕跟猴這兩個 現在已經過了48小時了 過了48小時都沒有坑聲 那就很怪了 沒關係 我們大家繼續等 好 上次 反送中路的時候 大家等了 那個 等了兩個月 侯友宜都不表態 不是 等了 反送中路的時候 不只侯友宜 柯文哲 柯文哲也沒有表態 對 也不表態 對不對 好 沒關係 我們可以再等 反正離選舉 也沒有多久了 好 八十幾天嘛 我們就在等 看他要不要表態 至少你最晚最晚的時候 你到辯論的時候 你總得表態 好 那麼大家就來問問看看 你對這件事情的看法是什麼 對不對 好 那麼所以他大家逃也逃不過 那但是這樣子 對岸出手的這個痕跡實在太明顯了 為什麼呢 今天還有另外一個東西 也讓我對這個成語 那個成語有重新的解釋 什麼叫做打死不退 那侯友宜不是講過了嗎 結果 那對岸差點把郭台銘打死 結果然後郭友宜就退了 這什麼打死不退 這個重新定義了 然後這個 什麼叫做逼婚呢 這個就是 柯文哲去講逼婚這件事 就承認他自己是渣男了嘛 就被人家逼婚嘛 你不想婚 你只想苟合 結果人家就逼婚你嘛 那所以莫名其妙的事情一大堆 全部都在這幾天發生 我覺得這件事情到後來會演成一個 就是富士康的事情 它是一個影子 就是大家昨天講說 富士康事情會不會變成選戰裡面 然後什麼最大的破口什麼的 我說光這件事不會 但是不排除 這件事衍生的東西會 很快的東西就衍生出來了 好你看在這種氣氛跟這種氛圍之下 藍白如果 藍白不合那就算了 好大家就這樣子繼續選 你想想看在這種氣氛之下 如果藍白真的明天合了耶 10月25號多偉大的日子 台灣光復紀念光復節 那結果那個國民黨就光復了 那整合了 那那麼在這個時候 那這個如果藍白合了以後 這個大家會選民會怎麼看這件事情 那賴清德是在跟 選民現在都覺得中國介入啊 對 網路上簡單做民調說 富士康被查稅超過六成以上的人說 中國介入啊 然後連侯友宜這種打死不退的 國民黨都有可能當副手了 很多人也覺得中國介入啊 是所以好 假設真的如中國所願 最後 然後如中國所願 柯文哲 中國的選擇柯文哲 然後然後 就是這樣子 然後 這組人在選 請問柯文哲 那個賴清德是在跟柯文哲選嗎 不會嗎 跟習近平選啊 賴清德是在跟習近平選嗎 這個 這個選戰 就會因為這一連串 這一連串操作 中國介入痕跡 那抓緊的太深 那個抓的手段 那已經超乎常人 可以 那不是說常人啊 就是我們現代人 比較不能理解的這種方法 那個是中國 傳統 清皇朝的李凡院 上書 在對付那個旁邊的凡俗小國 做的手段 所以現在 像那個郭董 不聽話了 就送禁事房禁聲 他還不出戶了 就禁聲了 然後 然後所以這個是 這個是李凡院的手段 對 那這樣子的狀況下面 大家的反彈就會 啪哩啪哩這樣跑起來 所以你藍白合 不合 那是一會 那這大概也完了 合了以後 這個選戰也會變成 統獨大戰的一個格局 對 那這樣子會對藍軍 或是對這個候選人 比較有利嗎 我覺得並不會 好 好 那可是這樣的發展過程當中 郭台銘的選擇 我的觀察 也可能是一個重要的轉折 郭台銘如果退選了 剛剛黃鵬笑說 他就當他是狗熊 可是郭粉會如何留 留到誰身上 也會影響到這一場選舉 郭粉這件事情會分成兩種 我這樣子講好 這藍軍的支持者 有一部分是有逃亡基因的 好 我們必須 我們自己都是 那個外省掛或是 他有一部分 他是怎麼樣 他是看到 那個很大的東西 他就很想要去崇拜他 然後那個很大的東西 如果震怒了 他就會被嚇到 他會被嚇到 嚇到以後會有一堆 一些人就說起來 或是歸隊趕快歸隊 有一些人 歸哪裡 歸那個對岸 清定的那個 會 但是有一小部分人 有一部分人 就是可能原來是 從柯那邊 過去郭那邊的那些人 他會反彈 他們是自主意識比較強人 這些人會反彈回到 賴這邊去 然後說 我 我挺郭台銘有什麼錯 你這樣子搞他 然後我就 我就起火了 我這輩子都不會去投你 國民黨 或是不會去投你 這個 這個跟 跟這個對岸 站在一起的人 那這種反彈會不會有 會有 而且他還是 就看接下來 這個事情 會怎樣的發展 大家的 這個發展可能 就在這十天之內了 應該不會太久 好 佩芬姐怎麼看 其實我看這件事情 比較直接 就是說剛剛主持人 一再強調說 老公到底喜歡誰 老公看起來 不會喜歡侯友宜 當然你說介入 就殺郭台銘 這是沒錯 但是對老公的 如果習大大真的有影響力 或者王富林有影響力的話 就覺得 柯文哲這個人 真的能夠幫他們的忙 我為什麼這樣講 柯文哲 你看他一個人 憑一張嘴 鬥垮兩個黨 民進黨跟國民黨 通通不是他對手 他2014年 就憑著那張嘴 然後他就說民調 然後把那個姚文智鬥掉以後 你看民進黨支持他 選上台北市長 然後他這一次 2024年 你知道中間那個就不算 他動手腳就不算 2024年 他也用民調 要把國民黨吃下來 對 他要用國民黨的力量 幫他得到總統的大位 那如果我是老公的話 我就看說 而且他熟讀毛澤東思想 就是說我如果是老公的話 我會覺得說 我幹嘛要動武 我幹嘛去窮台灣 然後去壓迫台灣 或去對付台商 我只要靠柯文哲就解決了 然後你民進黨 國民黨都不是他對手 他就拿下了台灣 所以事實上 他今天要吃掉台灣的話 柯文哲就可以解決 那我覺得郭台銘會走到今天 坦白說 他真的高估了自己 他低估了共產黨 他認為他這個 有一百萬的富士康的員工 我這個中國大陸的出口 我佔了相當比例 我替中國賺了很多錢 也替你的經濟發展有貢獻 你應該不會對我怎麼樣 所以他那個時候才會說和平倡議 要去跟習近平談兩岸的和平協議 你們先把稅務協議簽好 沒錯 你們連稅務都處理不了 不要處理這個飛彈 所以換句話說 可是換句話說 習近平也殺給台灣人看 當然是 中國沒有協議可言 富士康鴻海號稱 全台灣養三四百人 最多法務的公司 簽的稅務協議都不算數 你不要幻想 你跟習近平說什麼鬼東西會算數 他只有兩條路 一條路是給我統一 另外一條路是我打你 就是說一條是不打 那你就跪了嘛 你就跪了 就變香港 另外一條就是 腦子飛彈往你這裡射 就跟我殺郭台銘一樣 我想殺就殺 所以郭台銘是低估了共產黨 高估了自己 那柯文哲跟侯友宜 不是更高估自己嗎 我覺得柯文哲才是真的問題 侯友宜還到不了那個水準跟程度 大家不要笑 你們不要笑成這樣子 他還沒有到那個階層 但是柯文哲 他第一個熟讀毛澤東思想 而且在大陸搞那個什麼 那個什麼 鬥爭文革 他真的很懂 所以他會用這樣的方式 你知道嗎 他真的平一張嘴啊 然後就把你把民進黨整個賣給他 就是說幫他做台北市 可是台灣這個社會如果沒有能力判斷 辨別出柯文哲的危險跟災難 我覺得這也是台灣的悲哀 因為年輕 就是說台灣有這麼多人 然後就像我剛剛講的 我們就講鬥地主啦 現在郭台銘就是在中國的土地被徹查 但是郭台銘的信義富邦沒有被徹查 蔡英文膽敢隨便亂查信義富邦 郭台銘一定殺到總統府跟他對抗 可是老共要查富士康 然後我們依法這個辦理 敢不敢殺到北京天安門 對著看 剛剛主持人說台灣有2300萬人 竟然看不清楚這個 但是我覺得支持柯文哲的人 年輕人居多 而這些年輕人沒有經過這種 你知道什麼 不理解這個 完全不知道共產黨是一個什麼東西 也不知道共產黨的手段 你知道嗎 因為國民黨這些老一代的他知道 可是年輕的一代年輕人 二十歲二三十歲的人 真的沒有經過那個 而且他們從出生到現在 過的是非常安穩的日子 他不知道共產黨是個什麼東西 那最好習近平借郭台銘人頭用用 讓他們知道他們的郭爸爸也隨時可以被殺 這句話講 這就是殺父之仇嘛 網路上不是一堆小朋友 喊郭台銘 郭爸爸嗎 我告訴你 心平就殺給你看 殺父之仇 給你們報 主持人這句形容詞 真的太妙了啦 他們真的叫他郭爸爸 那我今天把你爸爸宰了 你能怎麼樣 你能報父之仇嗎 而且可以掃地出門 那我要跟郭董說說不定啊 借你的人頭用用啊 對 借你的人頭喚醒一些無知的刻粉啊 所以主持人剛剛那句話 我跟妳講 刻粉啊 一定是非常憤恨啊 不可能說去偷官的 你看好了 不重要 我覺得主持人剛剛那句話最妙 這些年輕人 我把你的爸爸宰了 對不對 殺父之仇 對 看你這些年輕人怎麼樣 你能怎麼樣 我覺得這個才是關鍵 好 易善怎麼看 簡單來講 剛才講郭台銘是英雄跟狗熊的選擇 那對於鴻海來講 其實是叫訂單跟工廠的選擇 不要認為郭台銘退選之後 鴻海不會受傷 鴻海會被美國定義成紅色供應鏈 那你被定義成紅色供應鏈 未來的蘋果的訂單會不會減少 這都是鴻海必須要去考量的問題嗎 包含現在鴻海的外資 郭董擁有12% 外資擁有40% 這兩天鴻海股價下跌 到最多就是外資 對 所以對於整個鴻海的營運來講 他必須考慮的是說 我如何快速的把所謂的中國的工廠移到印度去嗎 這才是他未來他面對這個選擇 美國跟中國的選擇的時候 他必須要去選擇的 而郭董在這裡面 當然會做最好的考慮 如果他退選的話 是不是證明了鴻海你就是紅色供應鏈 你沒有辦法脫離中國的控制 所以郭董的退選也是一個對鴻海的傷害 所以郭董的選擇只能選到底 好 我們稍後回來 好 看來